迎来农历新年,基隆庙口旁的爱四路夜市连续16天,24小时不打烊 因今年的年假较短,加上前阵子常下雨 摊贩委员会比去年多申请了一天 从2月3号开始一直到18号为止,总共16天,全天营业 摊商们也摩拳擦掌,比平常多备了3到4倍的料,希望能赚一笔过年财 夜市里人潮满满满,有吃的玩的,大人小孩全都好开心 迎来农历新年,气氛比平常还要热闹 因为白天都放假,想说白天也可以过来逛一逛 平常是什么时候来逛? 大部分都是晚上飞 很方便啊 怎么做很方便? 要吃什么就随时可以吃啊 民众都说好方便,因为每逢新年基隆爱四路夜市摊贩 就会向市府申请全天候营业 而这回因为年假较短,加上前阵子时常下雨 因此比去年多申请一天,从2月3号开始到18号 共16天176摊24小时营业不打烊 飞大概平常的几倍? 大概有三次飞哦 今天就开始开了 过年大概11、12点 基隆夜市呢,平常都是在下午3点半开始营业 是初一到初五,我们是几乎每一摊中午就会出来营业 然后到大概清晨打烊这样子的 爱四路夜市临近基隆庙口摊贩 平日白天开放车辆通行 下午才会封街改为徒步区 不过春节一到就会特立全天候营业 要让民众开心采买 也让摊贩赚一波春节财 记得蔡志恒自用报道 在左边来的乡学行参连 下午才会保评 每二